凤凰视频鲁豫有约 由快课药业特约播出 他是今年夏天无人不晓的名字 孙杨 2012年伦多奥运会赞予归来 孙杨和父母首度接受观访 做客卤愈现场 一起细数奥运家庭一路走来的孙田苦辣 独家走访孙杨一家杭州住宅 这个景点在那家里 这是孙杨的旁边 孙杨私家成长相册首度曝光 这个是出生照片吗 我给他小的时候做一些记录 揭秘孙杨的童年 趣事尴尬一楼框 老师也比较喜欢他 因为他长得可爱 已经会唱许多歌 比如妹妹你做船头 孙杨父母共同讲述 冠军叫紫金 爸我真的不想念了 他说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他爸爸从来没动他过一根寒毛 就从来不打他的 然后今天如果你做了好 你做八十根 我给你看十分钟电视 那都很奢侈的事情 首度谈起择偶标准 引爆全场 有人想问孙杨你只有我标准 跟父母商量 韩乔生场外意外现身 你真的没有被我们看过 孙杨心情现场 陆毅有约说出你的故事 一起走进孙杨与他的家人 金牌背后的真情一路 精彩即将开始 来 我欢迎孙杨 孙杨你好 孙杨独家接受入玉砖房 辉煌战绩背后一路走来 辛酸艰难让他数度哽咽 回忆往事 孙杨几度累撒现场 可能没有人会知道 我这一路走过来 可能有多辛苦 确实我觉得 从这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多 你哭 八年哭了 从我 可能从我练游泳开始 从12年吧 10年 11年了 这么多年 我有一天我都没有见到过 我已经有大概五六年 过年没有和我家 其实之前中间也想过 不练了或者回家 或者 但是 真的走路或者不练了 我其实心里还是非常的小 因为我已经付出那么多了 每当在国际大 大家看着那些 像三普斯那样的 比如像大金牌或者 其实有一种 我想和他们一样 每一天都站着 为了推高力量谈 你好 你好 父母手都亮相便是访谈 冠军路上 这个三口之家 经历过怎样的魔力 其实我很少表扬他 有时候他也会说 妈妈 他说你怎么老是不表扬我 在去学习上或者训练上 我对他要求很高 因为我觉得你走了这条路 因为你要走好的话 你一定要付出比较的 更多的那个 所以说他也一直 就是这样走过来 实际上 实际上到今年 是练了十四年 十四年坚持的每一天下来 实际上心里面也是很散痛 那么他很幸运 他也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啊 我觉得孙杨爸妈妈真挺棒的 从小到大给他做了这样一个 成长记录 孙杨出生你有五十八公分的 很长啊 这个最有意思了 你还记得你当时 孙杨出生你给他写的 你父亲的愿望是什么 你还记得你怎么写 我希望他能够做一名个性 不是 不对 错 父亲的愿望写的是 一生身体健康 聪明知识面广 有一定的音乐才能 有一定的音乐才能 然后妈妈写的是 想叫他当一名歌星 为什么 为什么让妈妈想当歌星 因为我们两个呢 实际上 我们在认识以后吧 实际上包括我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都蛮喜欢唱歌 我那个时候呢 小的时候也 非常崇拜很多歌星 所以那时候 当时孙杨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们在家就说 我说孙杨以后长大了 我们叫他做什么呢 那当时我们是这样 包括现在我们就希望首先 不管做任何事情 我们希望他有个健康的身体 第二个呢 当时我们两个就商量 就是我想 你想叫孙杨做什么 我想当时是让我们两个共同的愿望 是想叫他做一名歌星 当时 但他自己呢小的时候慢慢长大以后呢 我就问我说孙杨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他说他想做一个警察 哈哈哈哈 因为他喜欢枪 喜欢手铐 喜欢枪 喜欢手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哇 看 爸爸一录 能看到吗 有一张照片我特别 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待会找几张 这张照片我觉得挺好的 孙杨小时候穿 用他爸爸的话说 都是输二分头 穿西装 还要涂摩斯 来这张 啊 孙杨这个这个小朋友是谁 是我姐姐 啊 是我表姐 你表姐 对 这个是给别人做花童吗 还是什么 嗯 给阿姨 这是给我给我妈妈的妹妹 我小姨做做做伴娘伴 那不叫那不叫伴郎伴娘 叫花童 花童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百天的时候 一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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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时候体重特别大 哈哈哈哈 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九斤一两了 出生九斤一两了 那所以他能长得高呢 然后三个月的时候就有十八斤了 哦 他六个月的时候就二十四斤 然后九个月是二十七斤了已经 到一岁的时候二十八斤 小时候特别特别胖 现在看不出来 哇 你看 几乎一周岁两周岁 爸爸都会写一些他的感受 三周岁这一次我觉得写得特别好 孙杨这你自己都看过吗 没有从来没看过 你从来都没看过 你从来没看过呀 没有没看过 为什么为什么没看 我都不知道这放在哪 我来我来给你念一下啊 这是三周岁记录 三周岁体重四十三斤啊 三周岁啊 我都对三岁的时候 他一周岁已经二十八斤了 三周岁你们猜他有多高 一米一了已经 哇 今天是令人非常高兴的日子 是我们可爱的孙杨三周岁的日子 美丽的天空也同时为我们祝福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人们并不感到寒冷 气温在16度最低温度也有12度 一年来孙杨有很大的变化 两周岁到两周岁半渐渐的懂事听话了 小的时候我们抱他的时候有时不经意就被他咬一口 到两岁半就好了 以前杯子完等也经常被他摔破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几乎没有了 他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看到的事物或他自己做过的事情一般都不会忘记 现在幼儿园已经升到小小班 在班里是最高的 比一般小孩要高出大半的头 老师也比较喜欢他 因为他长得可爱 看上去很有特点 总觉得是看上去高大 一副白白的小脸 和一副有神的眼睛 看上去叫人喜爱 另外就是他的嘴很甜 爱叫人 每天一到幼儿园就叫老师早 走的时候和老师说再见 两岁半已经会说话 词语也多起来了 到了三周岁基本的话都会说了 我们带他感到比较轻松 一个人带他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他喜欢小汽车 也会唱许多歌 比如 孙杨你记得那时候你会唱什么歌吗 三岁的时候 不记得 妹妹船头 对让你回忆 已经会唱许多歌 比如妹妹你坐船头 还会唱小方 还会唱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幼儿园 这个还真没听过 他们他的三轮小自行车不到两岁半就会骑了 你再念 到了星期天我们就带他到公园 他也非常喜欢去 总之他三岁的变化比较大 我们也期望他以后有更大的变化 盼望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健康的身体 盼明年的12月1号 为我们 我们共同为他庆祝四周岁的生日 实际上刚才鲁一子孙也把这个写的给大家通读了一下 实际上我当时记的这一切整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 描述他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跟两岁的一些变化 你今晚没事可以好好翻一翻 但是爸爸有一点遗憾 就写到四岁以后就没有再记录 四岁以后我感到非常遗憾 最后我没有给他一直记录下去 因为最后他到了六岁以后 到了七岁在幼儿园大班 有的时候我们怎么说 七岁的时候我们就给他送到 就开始慢慢学习游泳了 因为幼儿园的床他实在睡不下了 幼儿园的床睡不下了 是真的 最后我们就最后我这个现在我想起来 所以今后我想如果包括他今后 还有许多道路要走 我想他包括他人都要事情在一起记录 我家里边我都会把他记录的 包括他以后的他还要继续成长 还有很多东西我会给他记录 包括他自己也会记 我觉得他爸妈妈真挺棒的 这一路大家都知道妈妈给他煲汤 每天送汤 然后从小练流泳的时候你爸爸就每天做饭 据说每天必须四菜一汤是吧 对 然后每天必须要吃鱼 对 因为孙杨从开始学习游泳 孙杨有时候我们很多时 让我们是不会忘记 比如说到了两岁三岁 为什么会咬人 因为他那时候小的时候长牙齿 因为长牙齿 他趴在我们肩上以后呢 他趴在我们肩上以后呢 就会因为可能牙齿痒 他就会咬我们 为什么这样 因为孙杨小的时候是我们 就是我跟孙杨妈妈 我们两个一直带大的 自己带大的 没有叫我们 我们的父亲啊 或者母亲 还包括我爱人的父母亲 他们就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两个 我们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15个月那时候 我们就给他送到托儿所去了 所以为什么刚刚 很小 为什么叫小小班呢 因为孙杨14个月 我们就开始送到托儿班了 我们很小的就是托在那 到了五岁的时候就正式送到幼儿园去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写的叫小小班 所以自从他学习游泳以后呢 实际上这个时间是非常简单 每天四点半放学以后 他妈妈要送他去 那我能在家 我就要烧饭 因为他回到家里 基本上是每天三百六十天 几乎天天如此 晚上基本上七点五十分到家 到家以后 我这个菜和饭都要桌上放好 一进门 我就要在阳台上看 下面一条马路他要经过的 他们一一到了我的楼下 我马上饭菜就要给他们准备好 一进门 游泳包一放就要给他吃饭 因为吃到饭以后呢 他还要做作业 所以每天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 但是我呢就是每 我也呃 在他小的时候记录里边 我们有我就希望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聪明的头脑 所以每天呢 我基本上保持四个菜一个汤 呃 完了以后每天有鱼和蝦 呃说起鱼呢 为什么每天都有鱼呢 呃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从书上 或者朋友也说 吃鱼了以后 人人能够聪明 所以基本上从他开始 六个月开始就每天喝汤 六个月我们每天就是鱼汤 鱼汤烧面条 鱼汤烧混的 哎 就是都是鱼汤先给他先做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感到这个很高兴 我想一个他有健康的身体 第二个大家这么多的应该说 你们大部分是孙杨的同龄人 你们看看他脑子还是比较聪明的 这家人真的非常辛苦 我们这次也跟着孙杨回到他杭州的家 去看看他家庭生活 来看看 这里就是孙杨的家 这幢房子一家人已经住了六年 但房子内部却还宛如新的一样 孙杨在重大比赛里获得的奖牌 放在屋子里最显眼的地方 其年风云人物颁奖 他最后在众多的运动员 优秀运动员当中 能够脱颖而出 获得了最佳男运动员这一四种 我们感到很高兴 而旁边这个小房间 摆放着孙杨从小到大 获得的所有奖牌 几乎把这个书柜摆满 这个房间也是最让父母骄傲的地方 在全国啊 或者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国际的比赛 加在一块这个金牌可能有五六十块 总的奖牌加一块可能将近一百块 你获得了冠军 那就这个金牌上的奖牌 跟随着孙杨的爸爸 我们来到了孙杨的房间 在家里孙杨有两个房间 其中一间摆满了可爱的毛笼玩具 开始的时候呢孙杨 我们装修好以后呢 给孙杨 这是孙杨的房间 就是他人们逐渐高起来了嘛 那这个床可能小了一点 所以这些小动物呢 你看他很喜欢这些小动物 他现在包括现在他睡觉的时候 他就要拿一个他比较喜欢的动物 放在这个床的旁边 他喜欢嘛我们就给他积累一下吧 另一个房间也摆着可爱的玩具 吉祥物啊 那柯南 对啊他喜欢柯南这种玩偶 这个是 非常疼儿子的孙权红 有一本特别的相册 这本册子记录着 从孙杨出生之后的每一个细节 这个呢满院记录 满院其中 增加了近一斤重 身高增长两公分 月子里每天晚上要给他换 四到五十尿布 牛奶奶粉 都不愿意吃 你看他的很多衣服 都会有红色的 你看这件衣服里面有红色 你看这个裤子也有红色 你看这个裤子也有红色 你看红色 红色 红色 这个毛衣的也有红色 你看每一件衣服上面 可能都是红色的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给他 穿的应该还是比较花的吧 虽然是一个男孩 对吧 这就是他已经开始学习游泳了 就是小的时候 七岁八岁 八岁的时候开始学游泳了 小时候我们抱他的时候 有时不注意被他咬一口 我们有时候不是经常抱他吗 抱他以后他趴在我们上面 有时候就会趴趴在你上 娃娃就咬一口 而且有时候咬的时候 这真的是很痛的 就是所以我这个上面 都给他记录 他已经咬了 每每只要提起儿子 夫妻两人都是非常的骄傲 帅不帅就是还可以 虽然你想起当年小时候 你常常会出现一个 什么样的画面在脑海里面 比如说是你回答以后 你看爸已经把饭都做好了 还是在游泳池里训练是哪个画面 因为其实我自己小时候 确实话可能记忆不会 就是肯定记性会比较 但是可能对这方面 可能还是欠缺一些 因为小时候还是比较贪玩 可能这方面的话 印象并不是太深刻 那你会小时候会怕你妈 或者怕你爸吗 那小时候怕妈 比较多不怕爸爸 爸妈一般都是已经要 要做好的这样的统一阵线是吧 就是如果你要是生气的话 爸爸不能够说不生气 前面讲的就是 他那时候是二年级的时候 暑假嘛 他就跑步回家 跑步回家那天38度 他又穿了个拖鞋 进门以后 因为他爸爸从来没动他过一根寒毛 就从来不打他的 你动过几根寒毛 我呢 有时候他做了不好的时候呢 我要打他的 那时候小时候 说实话我觉得 可能我跟他教育方法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必须统一 所以那次打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生气了 我们两个人 后来我就说 当时的时候我说了这一句 如果你再说我就再打 然后他就不说了 然后慢慢以后 我私下就跟他讲了 以后我说我再说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说 因为这样如果夫妻之间 如果说你爸爸妈妈意见不同意 对小孩子你不仅不能教育 可能还起到反作用 所以以后的话 一般他有时候讲的 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打他算了 算了就私下跟我讲了 就这样 对在这个学习方面 或者他训练方面 我对他真的非常非常严格 但是在生活上面 我记得他很早的时候 写过一个微博 好像说我妈妈就感谢我 好像说从来为了他 就是背不妥 书包也不让他背 可能他那个小学五年级出门的时候 我还帮他穿鞋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因为每天的时候 其实时间就是我说的最多的一个字 就是快 连上厕所都快 为什么 为了早上起来让他多睡一会儿 为什么 可以长高 对不对 那你到学校 多睡就可以长高吗 睡觉 对 然后就是说 第二个你如果说他动作快一点的话 不节约时间到学 因为学校上课来不及了 等下课出来以后 四点半我接他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时候 我们最早的时候还是自行车 后来电瓶车 每天就是说 他放学以后就坐在我后面 书包也不背了 肯定放在我前面 或者我让人放在人家家里 从来也不背 那时候就每天在路上什么 吃点心 一个时候一杯牛奶 一个时候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就是说 每天就是说 包括他时间 真的没有玩的时间 所以说 比较诗词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 我说孙杨 今天回家训练晚回家 睡觉之前拉手 怎么叫拉手呢 就拿毛巾 就是这样去练这个关节 先是距离先紧 然后慢慢慢慢就拿棍子 棍子是 你就不能动是吧 然后去这样练 然后今天如果你做了好 你做八十个 我给你看十分钟电视 那都很诗词的事情 说实话 所以小时候 他很喜欢看动画片 什么都是这样的 在那个情况下 给你看五分钟十分钟 真的这样 那如果到了五分钟 你真的喜欢电视吗 那真观电视 那我说实话 他也知道 我就是说到做到 我这样 买东西也是一样的 所以从小他汽车也是各种各样汽车 后来游戏机也是各种各样 什么都有 在物质上 我说实话 只要尽我 因为各方面条件还是不错的 所以他物质上 他是享受得很那个的 可以说走路 从来没有什么 坐公交车的 最早的时候哪怕我电瓶车 要么我打车 后来我们很早就买了车 就是这样的 平时的时候 该吃苦的地方一定要吃苦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 所以在训练上面的时候 也说到如果他练了不好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的时候 四年级的时候 让他选择的 我说我们因为他审议会拿到冠军 那么我说拿到冠军以后 我们就要么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时候他说要要练 那我跟他约发三章 如果你要练的话 你一定要自己 一定要就是认认真真做好这件事情 那么有一次 那时候我记得刚刚进省队不久 朱导因为到北京去了 他跟了其他教练 那一天他没去 然后我知道以后 我真的给他打了这 就真有五条 我觉得有时候小孩子 你说我觉得物质上什么东西 我可以给他 但是在这方面 就是你比如学习什么东西 包括训练 所以说我觉得 只有你自己给他 小孩子自己付出更多 可能你最后才能有收获 新杨这么多年你对你爸 你妈说过比如说 妈 谢谢你 特别孝顺 真的啊 特别孝顺 真的啊 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 这是因为他去伦敦的时候 不是巴士我也去了嘛 然后每天他训练完以后 就是晚上理疗什么都弄好以后 然后回到我们房间 可能这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每天都是这样 他特别开心 我们有时候会打牌 是吧 然后我跟他一憋 为了放上他 他爸爸比如说一憋 或者说我们就是 应该说我们聊天这种 就是说 尽管我跟爸爸也说 可能我们家长 可能付出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值得 真的 他现在这么大了 就是说每天如果在国外 也是最起码我不在 三个电话 上午那个训练 吃完早饭给我打一个 中午打一个 晚上打一个 你像那次就是我澳洲这次就是回来的时候了 因为我早晨五点钟 我要去机场 那天正好他星期天休息 他说妈明天早晨我送你啊 我说你不要说 我他说我如果送你会怎么样 那我说肯定是你想 因为你难得星期天休息 就一个早晨是不是 结果在早晨四点四十七分的时候 我手机响了短信声音 我一看亲爱的妈妈 嗯嗯 我不起来送你了啊 然后 那个真的他那个到机场以后啊 路上钱包什么看好啊 他叫我东西管好啊 真的是啊 你好偷心的 对啊 然后最后还说什么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小孩嘛 反正可能有那些原因 就是说因为之前关系 他其实跟我说过我一期 他说你给他那个小孩带个礼物啊 但是在那天早上四点四十七分发 后面还讲了 你回来的时候啊 你在机场的时候啊 给谁谁谁给买礼物啊 不要忘成 我好像打好了 早上按发 哦 但是我所以说就说像这种情况啊 包括也是就是 你他每一次比赛 比如说他去那个像出国回来 你现在帮他自己买一点 之前的时候都是给启蒙教练啊 嗯 包括食堂里的师傅啊 给谁给谁 每一样礼物 包括我们的礼物啊 都会买到 就是特别特别孝顺 哪怕平时的时候打电话啊 嗯 妈妈要不吃饭啊 没有 你吃了好一点啊 就是叫我们吃了好一点 因为他妈妈生气以前出国不是很好吗 嗯 所以要吃了好一点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讲 妈妈你们不要忘记关了啊 什么东西啊 真的 就是说这种小的事情啊 当然很多很多 就是说他都会那个 嗯 所以我们平时他他叫我明姐 我叫他阳哥 哈哈哈哈 就是说这种气氛啊 就是说啊 就是说应该说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 嗯 那你叫你爸叫什么呢 想叫什么就叫 哎现在长大你还怕你妈吗 现在还好 不是很怕 现在我一般也是就是 嗯 平时是我们平时开玩笑比较多 或者有时候 嗯就是这种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比较引导这种比较多 就不会说可以 那除非原则性的问题 那我坚持还是坚持的 对 嗯 我知道嗯 那爸爸可能家里面画是比较少的那个 对 妈妈是画比较多的那个 那你呢在家里面 我去我们优点正好 我稍微多了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孙杨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像你爸 还是更像你妈 像我妈 对 像你妈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综合我们 取了我们优点 我觉得是 对 哈哈哈哈 来有一些网友 有一些问题要问问孙杨 可能要问问孙杨的爸爸跟妈妈 有人想问大白羊 在你觉得训练苦觉得累的时候 在心里深处 是什么能让你坚持下去 其实我想的很简单 因为 嗯 你在训练的时候 你的对手 世界各地的对手 所有国家都在训练 他们同样的 非常累 同样的在 身体极限的时候 可能会 可能会想退缩 还是想前进 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想法 但我依然就是说 我在练 对手也在练 只要我顶过了 我就能战胜别人 别人就不可能 撼动我 好 你今天取得的成绩 是一点 一滴累积起来的 身边的人 给了你很大的帮助 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 主要想对爸爸妈妈 说一些什么 我能有今天这些成绩 首先就是能非常感谢这么多粉丝 能 就一直支持我吧 这次 而且我也说了 这是因为伦敦跟中国有七个小时的时差 大家都是半夜起来看我的比赛 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 都非常的辛苦很多人 所以说的话 能有这些成绩 包括我的父母 还有我所有的包括我教练 还有我的赞助商 我的团队 我真心都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没有他们 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孙杨 真好说的 有人想问孙杨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有人想问孙杨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说你这么高 对女朋友身高有没有要求 这个没考虑 这个我觉得考虑一下吧 跟父母商量 但我母亲 跟父母商量 还没考虑 但我母亲就是希望我 早就在1米75左右了 1米75左右是吗 那也没有 这有时候开玩笑的时候我们说 因为现在我觉得他为什么 经常也有问这个问题 包括记者也问我 问我 择偶标准那个媳妇 因为从他来说 因为你说 才现在才21岁 21周岁还没到 我觉得是 可能是正业的缘故 特别是运动员 我觉得他的路刚刚开始 如果说你现在的话 肯定是不现实 然后包括这一次 你看哪夺了冠军以后 可能各个方面对他的关注度更大了 那我想呢 他只有自己做的更好 各方面对这要求更严格 可能会走的更远吧 自己今后的人生更加完美 所以就暂时不考虑是吧 对 肯定不可以的呀 爸妈都说了 那我们也没有 不是不可以 他自己也没有 他自己也没有 对 他这方面还是很没有 那身杨友都不敢跟你说了 那没有没有 身杨什么事都跟我说 有什么会跟父母说 他什么都跟我们父母说 有时候我们在交流 我们就跟朋友一下 有时候在交流 我也跟孙杨说 体育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你所从事的这个特殊的职业 现在应该说 还不允许来考虑个人的问题 等会儿请问 您二位当年也是运动员 对 您跟他结婚的时候多大 我们当时是 我已经三十岁了 三十一岁了 但是虽然妈们比较年轻 那时候 他比较 他25岁 他25岁 对 妈们比较年轻 所以你的意思虽然以你为榜样 也不能说 我想 他现在这个特殊的职业 能够做得更好吧 等到合适的时候 或者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 好 一家人已经达成了共识 还有人想问孙杨爸妈吗 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让你们感到最最惊喜的事情 尴尬的事情 感动的事情 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很多 说最好玩的是吧 最好玩的是孙杨 我们还是 我觉得 小的时候吧 小的时候 像 我们 因为刚才大家看到他启蒙教练 说孙杨小的时候 好像很调皮 实际上他那 从小他有一个特殊 就比较喜欢耳动 他跟富尔普斯非常相似 富尔普斯 大家看到自传以后 也是富尔普斯 从小就是多动症 他给他 医生给他鉴定多动症 但孙杨那样 医生没有给他鉴定多动症 但他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动 像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学 在幼儿园的时候 那时候他妈妈烧饭 我那幼儿园接回来 我带他玩 那有的时候 那时候慢慢长大以后 有的时候我说孙杨去帮我 帮我买一瓶酱油 给我买一瓶酱油 给我买一瓶酱油 回来以后他会把我的钱 找回来 他说我买在土里 他说 爸爸他说 他说你去找我的钱放在哪里 那我说 这个我到哪去找 这个难题还真的大 他就带着我 他说这里你看有没有 那里有没有 最后他看我实在找不到 他说 我一掀石头在石头的下面 我这个我也不会忘记 那这个我觉得 应该 我觉得也是小孩 一个天真可爱的一个表现 孙杨小时候觉得很可爱 你说最为烦恼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 他现在实际上学了游泳 这么多年来 实际上我们在 我就有其他 我不说在游泳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们 刚才妈妈讲 非常艰辛 在他成长 这样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们思想上 也做了很多的斗争 包括他03年到了省队以后 孙杨当时最后就有时候 跟我们说他说 他不想练了 实际上最后 在我的印象当中 实际上他 他这句话不说的时候 一直到了接近 好像是06年 还是07年的 08年 奥运会之前 07年的冬天 他就跟我说 他爸我真的不想练了 他说我想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那实际上 就他跟我们说这个话 小孩说这个话 我就是说我刚才说的 我可能一句话两样 无法用语言 来跟大家表述的很清楚 他这个游泳 这种特殊的职业 所付出的艰辛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感觉到 这个也斗争非常激烈 你说他这个路怎么样 是给他终止还是继续前行 做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实际上是斗争过 也是经常这个是前行 还是给他就算了 按照他的要求 但是我想 这个他做了一种体育事业吧 我想你既然已经走了 那我们就做他的工作 那我们就实际上这个斗争啊 包括我们的烦恼啊 实际上这个七八年当中 我们也有多次吧 幸亏坚持下来了 幸亏坚持下来了 这个确实 所以刚才他也说了 就是感谢方方面面的支持 实际上这一路走来 我想出了他自己的天赋 和后天的努力 实际上我在这个 也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啊 我也是真心的 感谢各个方面的支持 和帮助领导啊 教练啊 包括他的队一啊 确实大家都付出了很多 孙杨呢 其实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在08年的时候 国家游泳总教练就说了一句话 孙杨的性格 可能是中国男子运动员 五十年遇不到的 这是第一个遇不到 第二个遇不到 就是他这种身材 是中国男子五十年遇不到的 哇 你爸夸你的力度还是不错的 对 那大家看一看 我们在这个伦敦赛场 包括去年上海市井赛 我都在现场 你看欧美的选手出来以后 特别是接力的时候 那我去看人家身材 男的女女 哎呀这个身材真的是漂亮 那你看 我们的身材也很好 那我们相对来说 我们的相对来说 就要稍微弱一点 有孙杨 那孙杨的身材 那是可以跟他们媲美的 甚至超过他们 哈哈哈 但是 那我希望 今后我们在中国男子 现在孙杨也开了一个好拖 也实现了中国男子多年的梦想 我希望 今后要想在世界这个游泳的舞台上 能够能够有一起之地 我想这个身材 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好 哈哈哈 虽然还是要坚持啊 路还很长 你爸肯定希望你还要走很长的路 那你自己呢 你的近期的目标 长远的目标 我觉得一个四年 一个周期已经过完了 然后 新的一个周期轮回已经开始 现在 所有 向着李约前进吧 向李约前进 对 哇 李约说爸妈一定在 离你特别近的那个看台上 对 肯定回去 肯定会去的 对 所以得加油 真的 能够放松时间真挺少 他已经开始正规的训练了 对吧 他到杭州就是那天晚上 我们回到家两点多 他第二天就去下午四点多 就去成绩能训练了 当然这个训练量 跟平时的话 还是减少很多 但已经开始恢复了 对 就没有停一天 因为他那天路上已经停了一天了 所以他第二天就不能再停了 因为那天在路上 不是回来的时候走了一天吗 路上 全世界你最熟悉的味道 就是游泳池的那个味了吧 那个对 那个消毒水的味 那个味道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是特别亲切的 是喜欢的 也不是 其实每天去训练的时候也是 就是 心情反正就不太好 但一练完就好 一进游泳池就 其实也什么不想练啊 或者就想回去 就其实觉得也很也很苦 或者什么 那练完一半就没事了 他们天 每天就这样 每天的 其实你们累可能有的都不会体会到 比如说训练 那当初人家有时候为什么送游泳 当时我对游泳不了解 他们训练的话 不是说今天有一个四百米 如果四百米是十个一组 游三组 或者两百米 十个一组游四组 如果你要知道的话 你还送儿子去吗 那肯定不会 幸亏你不知道 真的 有从 有时候我是私下心里面啊 有时候就特别是08年的时候 那时候之前他不想练嘛 就打电话来哭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几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我说孙杨 我说你算幸运的 因为你能走进奥 参加奥运会 而且在自己国家参加奥运会 当时我说了一句 我说邓亚平也没有 尽管拿那么多金牌 他没有在自己国家 参加奥运会 如果妈妈重新选择的话 我说一定不让你选择游泳 当时我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说现在 你自然走了这条路 就一定要走 我刚才说了这几句话 那虽然比如说我们度假去海边 在海边愿意游泳 像放松一样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愿意吗 我还会下去啊 因为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就是 因为 就只要有时间 我们会到海边去 然后会游到 就稍微远一点 因为远一点浪比较大嘛 就可以飘在上面 没有 所以这次回来也没有时间 特别好好的放松放松 没有 平常还是很喜欢唱歌是吧 对 对 虽然孙杨这两天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但特别认真的准备了一首歌 不是妹妹你做船头 什么也不是小方 永动 对 在这我们就祝福孙杨 然后首先真的感谢你在伦敦的表现 谢谢 我觉得你爸你妈都付出了很多 然后我们就等着 李约再见 好谢谢 那最后我们欢迎孙杨给我们唱歌 好吗 谢谢 孙杨你在获得了男子的四百米的所有勇的金牌之后呢 在现场我和周阿贼都非常的兴奋 非常激动 坦率讲 对你这枚金牌呢 真的是期待已久了 我还记得在2006年 当时呢我和朱志根指导一起呢曾经 谈到过你很快没隔多久 朱志根指导呢就和我一起呢在一块专门介绍到你 并且看到你训练的情况 你的状态 你的条件非常的好 当时我就说过一句话 相信你今天仍然记得 我说只要你自己努力 你的条件 终于有一天你可以获得世界冠军 你真的没有被我们看错 而且你这匹千里马呢 能够在朱志根指导的带领下 游的这么快 跑的这么远 登上奥林匹克的最高峰 让我们真的为你高兴 你当时那个呐喊 是代表了整个中国男人的呐喊 而且代表了90后新的一代的呐喊 在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 就像呼吸 随浪花几幅汹涌 让笔帽 画出生命 最初的雨冬 就像笔海 在远方拥抱天空 让我们 创造无限可能的感动 我们一起勇动 和世界相拥 让星星 在此刻相逢 在此刻相逢 我们一起勇动 和自然交融 让全人类 增加蓝色的光荣 增加蓝色光荣 我们一起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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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自然交融 和自然交融 让全人类 分享蓝色的光荣 分享蓝色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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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勇动 我们一起勇动 可以帮忙 感谢观看 我们一起勇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